是不是很容易上 这就是提喉的声音 同学们再听一下 提喉咙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明显吗 明不明显 这个提喉的动作 非常明显 所以同学们不要去提喉咙 不要去提喉 喉头照样是稳定的 抬在这里 都在这里 同学们明白了吗 我这个示范做得特别明白 能看明白吗 提喉和不提喉喉 是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希望同学们 能记住我这个示范 不好的示范也得记住 什么样的声音是提喉的 是不对的 这是提喉的 这个喉头是稳定的 所以声音是不一样的 在这些讨论中的讨论中的